大家好我是怪兵趣的居民 身為一個奧豆咖 我現在非常的興奮 我好興奮啊為什麼 因為P-Design總算推出了 他們的奧豆系列包款 他們之前原本有推所謂的 Everyday日常攝影包 或者是所謂的旅行者包款 但是沒有一款包款 能夠像這些包款 能夠說適合所謂的戶外 或者是登山使用 因為這種戶外登山使用的包款 他們說沒有一次的戶外活動 是完全一樣的 今天你可能是要走所謂的重走 好幾個山峰重走 或者今天你只是想去爬個嬌山 或者是你今天只是在城市裡面旅行 所以他這次強調說 他們可以完全自定義 並且能夠有非常良好的背負系統 這次奧豆系列包款 總共有四種 分別是兩款後背包 跟兩款隨行包 45公升 25公升 7公升 跟2公升 而且總共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分別是暗夜黑 柏根第九紅色 以及雲朵白 可以供你選擇 再來就是說 他們這次總共有推出新的材質 這新的材質本身非常耐磨 而且非常的輕量化 那它到底可以做到怎麼樣的自定義 以及它的背部系統到底多好用呢 我們就來看下去 首先要跟各位介紹的 是兩款後背包 奧豆的後背包 分別是45公升跟25公升款的後背包 那我們先從它外型看起吧 看看有什麼比較特別的設計 首先你看它外面非常的光滑俐落 而且這是超耐磨的防水尼龍材質 非常強壯 然後呢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講一下它的收納系統 它的收納的話呢 它這邊裡面 這45公升的呢 它本身 無論是45 25公升 它本身都有上面這一個 蛇收式的頂帶 它全部裡面裝滿 全部裝滿的情況下 是45公升 那你如果說這樣收起來的時候呢 其實大概它的容量是30公升 所以說呢 應用在一般生活使用 也非常方便 你看它折收起來都那麼 那麼扁那麼小 再來是 它除了上面這邊打開之後 它的上面延伸的空間之外 前面這裡 它本身是有一個很深的一個 然後前帶 這邊的話 你可以放一些其他的物品 再來是 它側邊兩邊呢 是有拉鍊的 它這個拉鍊打開來 它裡面可以放 比較長型的物品 另外 側邊呢 則是 一般的那種登山包 大部分都只是兩邊網帶嘛 它除了兩邊的網帶之外 它兩邊網帶是給你兩層 一層網帶兩層網帶 所以說呢 總共有四層的網帶 所以你東西要分門別類 對這台包包是非常方便的 那剛剛呢 主帶除了從頂帶的地方 直接這樣子去拿東西之外呢 這個包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呢 它有後開的功能 好 就像P-design的旅行者包一樣 它有後開功能 方便你快速取物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 25公升的後背包 25公升的後背包呢 我這邊是伯根蒂宏的顏色 那它的話呢 會稍微簡單一點 它的側邊呢 因為它要做比較稍微纖細一些 所以說它側邊的網帶 它就只有一層 它就不是兩層 但除此之外 原則上都一樣 好 那 再來呢 我們講到外觀 有一個很特殊的事情 我們剛才是說它非常的俐落 因為它把所有可以綁的東西呢 都做成是隱藏式的這些 它其實有一圈 然後後面兩圈 然後下面 還有上面 甚至它裡面 全部都有隱藏式 可以讓你勾扣的地方 再來呢 我們講一下它的背負系統的部分 45公升呢 它的背負系統呢 它這次總算就是照顧了真正 有outdoor 有登山需求的人 所以說它那種登山 不知道因為每次都背得非常重 所以背負系統呢 要能夠調整它的背長 去符合服貼你的身形 所以它這個45公升 它有四個背長可以調整的位置 而且呢 它後面呢 也有輔助的拉繩 它這東西的話呢 可以把你的背包重心往前調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的前面這個背負系統呢 它也把它做成有點像是背心的形式 有效的分散它的重量 最重要的是呢 它的腰帶呢 它腰帶是隱藏式的 欸 你有沒有 可以 把它拿出來 平常收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當作 日常生活包使用 但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要去登山的時候 你背得很重 你就需要這腰帶 那這腰帶呢 也可以依照你的 臀圍調整位置 位置呢 就是說 你可以這樣拆下來 然後它裡面有兩個 位置可以讓你裝的 所以呢 你可以依照你的臀圍大小來安裝 那男性的話 像我的話 通常會把它裝在外面的位置 因為屁股大 OK 如果今天你用的是 25公升的款式呢 你會發現 它沒有啊 因為它沒附給你 25公升因為它比較簡單一點 它不是讓你背負非常重的 但是你可以另外購買 這個臀帶呢 或是腰帶呢 它一樣 就是如果你單獨購買的話 它也可以安裝在兩個位置 然後來增加它的負重能力 它是可以快速安裝的 但是呢 25公升呢 因為它要保持它後面 後開的那個大小 它的後開呢 是一體的 跟剛剛的 45公升不太一樣 它後開是連同它背負系統一起打開的 那 因為它為了要維持這麼大的一個後開大小 所以說呢 它這邊就沒辦法把這個臀帶做成可以收納的形式 大概外觀的部分就是這樣 終於到了我們的打包時間了 我們呢 就現在開始直接把這個45公升的包呢 打包滿 讓你們看一下它實際打包起來會像是什麼樣子 順便呢介紹一下登山包應該有的打包原則 其實它原廠的網站呢 建議你打包的話呢 它們像是相機頂帶它們都會放到最下面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打包的時候 為了要配合重心的關係 其實我們不見得會把相機的模組放在最下面 我們先解決的是水的部分 登山總是需要喝水 特別在缺水的行程的時候 這更是重要 那我們都會帶這樣的水帶的系統 那這種水帶系統呢 它後面有一個可以讓你放置水帶的地方 所以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水帶 好大概3公升 它是說3公升的水帶就直接放在這裡邊 然後呢 上面這邊有個水帶勾環 直接扣上去 這樣就行了 然後呢 這邊呢 水帶這下面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有個水的洞 好 這邊的話就可以讓你把水帶的軟管 從那邊穿出去 然後你可以看說你是喜歡水呢 吸管是在右邊還是左邊 像我個人喜歡在右邊對不對 我就會從右邊的這一個袋子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穿過去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朝上面這個洞呢 插進去 然後就可以穿到地包裡面來啦 然後呢 它非常非常貼心的一點呢 就在於說 它裡面呢有讓你固定水帶的地方 就是這個 欸 看起來有點彈性的 白色的這一個 然後呢 你就水管這樣穿過去 然後穿過去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不會那個軟管在裡面 影響到你後面 等一下打包其他東西 然後再插進它這個水帶孔 然後呢 接下來你只要把水帶的快拆的部分呢 把它鎖上去 就可以了 可是啊 如果你今天呢 想要帶你的筆電的時候 原廠有提到 就是它後面這個水帶隔間呢 也可以當筆電帶使用 誰會帶筆電去荒野 如果說你是荒野研究員啊 你是科學家 是有這可能嘛對不對 我們有各種可能性嘛 那這時候如果要帶水帶怎麼辦 原廠呢 非常聰明 它只有後面這地方呢 有專屬的水帶 的收納帶之外呢 其實前面這個長型的空間 你會發現 欸這長型的空間 這邊也有一個隱藏的鉤子 所以呢 它一樣可以把一個三公升 標準的三公升水帶 就 勾在這裡 然後呢 你的軟管 一樣 可以穿過 就是這一個 固定的部分 把它裝在前面這邊 然後呢 你一樣 可以在路途中 享用 你隨時可以喝水的水帶 非常方便 好了 裝完水帶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先從 輕的東西開始 像我們背登山包 特別是比較大的登山包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把輕的東西放在下面 把一些重的東西 讓它提升到後面 剛好接近背的中間的位置 而且盡量靠你的身體 這樣子 走路起來才會輕鬆 所以呢 通常我們最下面最常放的就是 睡墊 或者是羽絨 羽絨睡袋這一類的東西 那這樣之後我們把它放在最下面 那中間部分呢 我們可以放什麼 如果今天呢 你跟就是 你是本身P比賽的長期使用者 你會知道 P比賽呢 對於就是 攝影用的包呢 它的設計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所以呢 它讓這個包呢 也可以成為最好的登山攝影包 像是它有一種叫 CAMERACUBE 相機的快取內袋的部分 好像這種 那它就可以跟它結合 我們相機的快取內袋呢 它旁邊都有這些 好像可以快速固定的東西 跟什麼固定呢 跟它的旅遊生活包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的 那個 Outdoor 戶外包 都可以結合 我們剛才是不是看到 它這旁邊有一些黑色的地方 這黑色是幹嘛的呢 就是跟這個東西做結合的 我們只要把它插進去 然後 卡打 好 這樣就固定住了 我們兩邊把它固定住 你會發現 它的相機內袋 它的寬度呢 剛好就是為了這個東西而設計 另外呢 它的相機內袋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呢 它裡面這個原本是保護的地方對不對 它可以 把裡面的這個隔層給 隔板快速的抽掉 那抽掉之後幹嘛呢 把這個東西就直接 塞在這個包的後面的位置 然後呢 當你今天 如果說你在登山的時候 有需要攝影的時候 你只要一開 後開的部分 馬上就可以快速的拿取你的相機 非常的方便 OK 好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弄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 包的各種物品 好 比如說 我的 碎墊啊 我的 雨衣啊 我的 羽絨衣啊 什麼東西往裡面塞 然後這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從這邊後面不是很好塞耶 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你後面給它蓋起來 然後 我們要介紹它 另外一個很特殊的功能 那就是呢 我們一般的登山包 大部分都有頂帶 或者是上面呢 本身是 直接就是完全捲式的 它不是 它算是捲式 但是它多了這一個功能 就是 這叫做 Ultra Synch 這兩個很特殊的綁繩呢 就只要一拉 它就可以固定住 一鬆的時候 上面這一個 就可以釋放出 讓上面的頂部額外空間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傳統登山包的方法 從上面去打包 一些比較重的東西都可以放在上面 好 這時候 捲起來 然後呢 再把這兩個束帶拉起來 就可以 嘿呀 這樣子有沒有 就可以綁起來了 那你說這跟傳統登山包差別在哪裡 差別可大了 首先呢 為什麼會有一些傳統登山包 後來改成上面是捲式頂帶的呢 因為如果今天你有很多很多很多東西的時候 它可以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甚至凸出來 你整個包都凸出來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時候你又需要用繩子啊 去把它固定住 是不是很麻煩呢 那繩子還慢慢穿 然後去找那個扣具 就把它扣起來 它就直接內建在這裡面 而且呢 非常的輕薄 但是非常耐用 一拉有沒有 這時候你剛剛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打包好了 那它還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就像說 我們說這是個繩子對不對 所以說一些 比如說想好了 我今天如果說是一個攀登的行程 我就要把這一個繩子 放在這邊 然後呢 我只要一拉 就好了 我今天如果有銀柱 或者是一些比較長型的東西呢 我如果說要額外綁 零時 當然我不建議是這樣橫的吧 因為怕會卡到東西 但是如果說你零時有東西 需要橫的綁的時候 你就可以 然後一拉 甚至你有其他的包 你都可以直接放在這邊 然後一拉就可以了 然後啊 這時候就很多愛珍珊的朋友就說 不對啊 其實你知道嗎 上面這種上捲式的啊 這種東西呢 很多都是那種在攀登的啊 或者是呢 那種就是 有在塑膝的啊 對這些平常普通燈站來說 他覺得這樣不方便 他習慣上面有頂帶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快速的拿取一些 我常常會需要的物品 比如說頭燈啊 有的沒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PZ賽有聽到你們的需求 於是呢 他首先呢 是在 這個包 特別是45公升的包的上面這裡 他其實有一個小小的拉鍊帶 這拉鍊帶呢 本身的話 可以讓你放 少量的物品 比如說你的頭燈啊 之類的這種東西 就可以這樣放在這裡面 OK 那 或者是說 我覺得這個空間實在太小了 跟這個包的比例差略太大了 而且我還要把它捲開來 很不方便 我不需要這樣子 還需要把它捲開來 再把它收回去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自己加個頂帶不就好 沒錯 這個包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擴充性 跟自定義的能力 所以它的周圍呢 有很多勾環 它除了勾環之外 它還送給你這種綁帶 這種叫Corehook 這種型的綁帶 這種型的綁帶呢 它有分彈性的 跟沒有彈性的兩種 好 我們先講彈性的這個 它兩側這兩邊之外呢 它還給你額外的兩個 這時候呢 欸 你看到它上面有這個勾勾 於是呢 你可以搭配P-Dinside的任何包包使用 比如說 像是 21加成科技包 這種在旅行者系列的 旅行者系列包款 或者是相機包裡面的 魔術助理 或者是 outdoor系列裡面的 超新機能收納袋 網狀收納袋 或者是它 新款的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outdoor的 隨行包 這些的話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 那這些包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旁邊會有兩個勾勾 它兩邊呢都有這種勾勾可以使用 而這些勾勾呢 你就可以 跟剛剛講的這種cordhook來進行結合 來進行結合 什麼結合呢 就是 拉起來 然後 勾上去 好就這樣 好這樣子就直接勾上去 非常簡單 然後 再拉 欸你要 躲鬆躲緊就直接拉起來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就可以 藏在 剛剛講的 Ultra Synch的中間 這時候呢 你要裝什麼 就可以裝什麼 好 比如說這個 21加成的隨行包呢 我們裡面就可以 放 我的頭燈啊 好 我的 刀具啊 或者是 我的求生掃啊 好之類的 還有就是 當然 登山最重要的 行動 行動 行動糧 零食 就可以放在這邊 那我可以隨時取用 非常方便 其中呢 我個人最推薦的呢 是 Auto系列裡面的這個 7公升隨行包 因為它這一款呢 隨行包呢 除了比如說 好我現在 比如說登山的時候 放在上面當頂帶使用 當我今天到山屋的時候 我可以把主要的設備 放在山屋裡面 然後呢 帶一些比較輕便的東西 直接當做登頂包來使用 非常方便 而你今天如果說 你還要拿裡面的東西的時候說 我現在這個東西扣在上面 我要拿裡面的東西就不方便啊 不會 它完全不會影響到 Altra Synch的功能 就是 你看我現在Altra Synch打開來 我只要把這個東西一往後一翻 有沒有 這樣子我裡面主帶的東西一樣 可以很輕鬆的 去拿去 而且呢 我Altra Synch呢 功能也完完全全正常 所以說呢 我這邊一樣可以 放置 我的 比如說 繩子啊 或是我的 碎墊啊 之類的 完全不會影響 然後呢 當我需要的時候 我再把它 拉起來之後 往下一拉 你看 固定的 牢牢的 非常方便 OK 那我們現在主要容量空間之外 我們來開始介紹 所謂的 延伸空間 首先最大的延伸空間 當然是Altra Synch前面這個很大的 超長的這個錢袋 這錢袋呢 可以用來放什麼呢 今天如果說 你本身的話 有比如說登山的話 你有那個 銀杖啊 或是類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說 你需要有的時候 在登山路途中 常常會需要穿雨衣 或是穿脫雨衣的 那這種東西 你就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那它本身 因為上面呢 它的空間是無限的 為什麼 因為它上面這邊 沒有任何東西去遮擋 所以說 如果有些長形的柱子 你也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銀柱之類的 然後呢 接下來是旁邊這個側袋 側袋的話呢 我個人很喜歡 在側袋呢 放這種就是行軍樑 那除了放在頂帶之外 因為巡艇上有時候 我們帶比較多一點 一些吃的 我們就放在這側邊 這樣子我們隨時可以快速拿取 相當方便 然後 除了這兩個側袋的部分呢 我們再來講它旁邊的彈性口袋 這是我最愛的部分就這裡了 它的彈性口袋是兩層的 所以說呢 今天我們登山的時候 通常會帶什麼東西 登山杖 很正常 特別是爬一些 比較 比較高的山的時候 登山杖 它確實可以減少我們腿部的負擔 那以前登山杖 如果說我們這樣放的時候 如果說一般的傳統的登山包呢 要嘛就是旁邊這個做得很淺 很適合放水壺沒錯 但是你放登山杖的時候就晃來晃去 所以你要自己拿束帶去綁 那 剛我們介紹 它有Code Hook的功能 所以說呢 今天 你看嗎 後面這邊有一整圈 你想扣在哪裡就扣在哪裡 你只要把這東西拉上來 ㄟ 這樣子 一扣 然後竖緊 有沒有 就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中間這邊還可以放其他東西 比如說我藏鮮水壺就這樣 ㄟ 塞進去了 好 然後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為什麼 因為我有時候還要放其他東西啊 那如果說你只有兩邊有所謂彈性口袋 你就會發現你空間根本不夠用 所以它有四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另外再放 我今天是缺水形成 所以我習慣 放一個 大的水壺 你看 這種超寬的水壺也可以輕鬆放進去 我今天身為一個登山探險家 沒有啊 登山攝影師呢 會帶一隻腳架也是很合理的 那今天的話我可以把 比如說P Design 我個人很喜歡他們的腳架 因為收起來很小 就跟一個水壺差不多 就直接塞在這邊 然後你看我這樣暴力使用 欸有沒有 東西都可以很方便使 可以很方便的加上去 然後接下來我們講到 它額外擴充 蛤 這樣還不叫額外擴充了 還有咧 我說它前面這邊一整圈 還有後面這邊一整圈 全部都有一些隱藏式的扣環 那這些隱藏式的這些環可以幹嘛呢 比如說好 我這種是隨時會用到的一些銀燈啊 或者是登山扣啊 這類東西 或者是我其他的綁帶 我都可以使用 好像這個銀燈 我就可以把它 勾在 有沒有 這上面 這樣 隨便我想扣哪裡就扣哪裡 比如說我的救命彈 上面介紹個人的資訊的 那這種的話 我隨時要扣在哪裡就扣在哪裡 我可以扣在前面 我也可以扣在 後面的地方 後面這裡 比如說這邊有沒有 每一個地方我想扣哪裡都可以扣哪裡 非常方便 好 我們打包到這邊呢 我們還有什麼東西需要帶的 有啊 放不進袋子裡面的啊 什麼叫放不進袋子裡面的 比如說我們登山的時候有的時候會帶這種 蛋殼碎鏈 你放進去給我看 這放進去 基本上你不用放其他東西了 所以說呢 它有一些額外綁的功能 就是呢 今天它裡面其實 偷偷的藏了兩個 超級長的 Code Hook 而且它這個是沒有彈性的 非常適合綁東西 那這個東西可以來幹嘛呢 就是說今天呢 如果說 我要 帶 蛋殼碎鏈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 有沒有 看到旁邊這裡 這樣勾住 然後 我再找到另外一邊的勾環 看你要勾到這邊還勾到這邊 隨便你 好 那勾上去 然後這樣一拉 哇 綁住了 好 再來 下一個 好 上面 我勾上面一點的位置 好 這樣勾上去 再勾一點過來 然後 再拉一下 好啦 恭喜你 你的登山包 打包好了 不要省著我再把它裝回去 那這個呢 它也可以勾在下面 因為其實它下方的地方 也有一些隱藏的勾環 所以說呢 今天你要把這個 掛在下面 其實也是可以的 看你喜歡 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 我可以把剛剛的這種束帶呢 做成像這樣子 把它束成一個網狀 那這時候 這個網狀可以幹嘛呢 有很多包其實有這樣的設計 但是缺點就是 你平常不需要它的時候 它外面勾來勾去很麻煩 但是當你需要它的時候 它可以幹嘛呢 就是 今天有的時候我們在登山啊 通常天氣不適合的時候很好 有的時候你露營 有的時候銀杖 或者是你的雨衣是濕的 請問這時候你會把它放在包包裡面嗎 不會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掛在這些地方 把它插在這個地方 讓它在外面呢 自由的亮乾 或是它就算沒有乾 至少不會讓你包包裡面的東西 就撕掉 所以這也是一種方法 除了上面頂部可以綁東西之外 其實它外部 到處都可以綁東西 我們總算把所有整個包包包背 都打包好了 接下來呢就是什麼 上包包包 把這個包包背上你的衣 背上你的背後 那 因為它本身重量它蠻重的 像我現在的話 雖然我現在水是沒有裝 如果水裝上去的話 它肯定超過13公斤 那 我們這個東西如果現在沒有水 它至少也有9公斤 所以當我們背這個包包的時候呢 我們不是要直接甩上去的 我們是要輕輕的放上去 首先的話先從胸帶開始 放在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呢 把胸帶輕輕的靠上去之後 然後 再去把你的腰先弄好 接下來下一步就是 胸帶稍微拉一下 讓它的包的重心靠近你 如果你發現 有一種力量就是一直往後扯 就是說它那個 沒有重心還是很往後面的時候 它上面有這兩個叫做肩帶的輔助帶 然後往前拉 它就會把整個包的重心 拉向你這邊 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前面這個包會往外擴 這時候怎麼辦呢 它有這兩個胸帶 如果說是45公升有兩條 那如果說是25公升 它只會有一條而已 那這個呢 旁邊這邊有一個 這種券 然後這樣勾住 往這樣拉 依照你自己覺得舒服的方式去扣它 如果這時候呢 你發現你的肩帶的輔助 怎麼拉它的重心都還是不對 或者是說 它怎麼有很重的力量在壓在上面 代表你後面背長可能有調整錯誤 這時候建議你完全的拆下你的背包之後 再去剛剛調整 就是之前講的背長的部分 然後呢 P Design的包呢 都有很大的特別設計 那就是呢 它裡面的話呢 是可以讓你很輕易的帶相機的 除了說我們的背包後面可以放相機之外 我們旅途中隨時看到一些漂亮的風景啊 我們都會想要拍起來 所以說呢 它有地方可以跟Capture 就P Design的另外一款暢銷商品 Capture來做結合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硬的綁帶的空間 你就把它穿過去 接下來呢 你就會發現 你的Capture已經裝好了 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平常拍照啊 拍漂亮的照片的時候 我現在相機沒地方放 我只要臨時就是直接 嘿 放在這地方 就非常方便 那如果說 我不想要放左胸可不可以 我想放右胸可不可以 這邊也有一樣的設計 另外呢 如果說你不想把相機放在 胸帶的地方的話 你也可以放在腰帶的部分 它在右側呢 也有可以安裝Capture的位置 而且呢 無論是裝在胸帶 或者是腰帶上面 它Capture呢 都不需要使用所謂的加長螺絲 它的寬度都可以很輕鬆的 安裝Capture來使用 非常方便 另外呢 這個背包呢 它的背帶的部分呢 就像那種就是 登山的一些那種 快跑的那種背心 它本身呢 前面是彈性帶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 比較常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 好 你就很愛吃嘛 所以要帶那種 登山要有零食啊 或者說 啊 我比較喜歡安全啊 所以可以放 好 就這種網帶的地方 我可以放我的刀子啊 好 或者是 今天呢 欸 我需要一定要放手機 那這地方的話 前面呢 它是個彈性帶 像這是iPhone 16 Pro Max 的甲機 它也可以這樣放進去 好 然後呢 它的側帶部分呢 右側的側帶呢 它本身是一個彈性網帶 所以說你很多東西 都可以直接的這樣放 方便你快去使用 而左邊是拉鍊帶 好 如果說有比較重要的東西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比如說你的 手機 皮包 鑰匙 煙 沒有煙啊 反正就是這些東西 都可以隨身帶著 隨時方便你取用 另外呢 介紹一個很有趣的功能 那就是呢 其它背包上面這邊有勾環 那這勾環呢 無論是你用它的Cold Hook 或是我像我現在 我把我的胸帶拿下來 因為我其實 我個人其實在背登山的時候 不太習慣用胸帶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舒服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 欸 沒錯 這是我們剛剛的 2公升的 隨行包 其實呢你要用7公升的隨行包也可以 你就可以把這邊這樣勾上去 欸 它就變成一個隨時可以取用的胸包了 而且空間又很大 無論你要裡面放我的手機 放什麼東西 都可以 而且呢 它的勾環呢 不是只有在這個地方才有 像包含它這邊呢 這邊呢 都有一些隱藏的勾環 這邊都有隱藏的勾環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這種 比如說勾環類的工具的話 你都可以這樣勾在旁邊 隨時可以取用 所以我說這個登山包呢 是完全符合自己自行定義 你每次帶任何的裝備 都可以很輕鬆的附掛在上面的包包 再來就是跟各位介紹我最喜歡的東西 它這一次的兩款隨行包 7公升跟2公升的款式 嗯 它的 這一款 Outdoor的隨行包呢 其實跟它之前的 就是 Everyday系列的 隨行包 它不太一樣 它之前的 Everyday系列的隨行包 主要是以相機生活為需求 所以它裡面本身就包含了相機格層 那有人就會反映說 這個如果在生活上使用 就會覺得太過厚重 而這種Outdoor的包呢 它現在就是很簡單的面料 耐磨的登山面料 那這種呢 它就完全不會有說覺得太厚重 但是呢 像7公升的話 它的主帶 的空間呢 其實是可以讓你放 他們自家出的Camera Cube 這個相機內袋 一樣可以變成方便的 就是相機包來使用 而這個包款呢 因為它很輕薄 所以說無論是剛才做包款的外掛帶啊 或者是內袋使用你都可以 那單獨使用的時候呢 最簡單就是像這樣 直接背負 隨行包就是可以讓你直接側背的 而如果說呢 今天你是要 比如說你是戶外騎單車啊 這一類型的 身體會動來動去的 那它甩來甩去就很麻煩對不對 那7公升的款式呢 它就很聰明 它就做這種設計 就是 它前面有一個 穩定用的固定帶 使用方法呢 非常簡單 就是你可以先勾在 一邊的 勾環上面 然後啊 當你背上背包之後呢 最聰明的腋下 弄過去 然後呢 再找它的 欸 背帶上面 有一個勾的地方 這樣勾環 勾好 拉好 然後呢 你這樣甩的話 它就不會甩來甩去 如果說你在騎車啊 或者是你今天在登山的時候 這樣就非常方便 然後呢 它的背帶呢 除了讓它可以很快速的調整 調整位置之外 因為它的就是 他們本身相機背帶很有名嘛 它要把這個設計 用在這背帶上面 另外就是呢 這個背帶呢 本身是 可以拆卸的 而且可以調長短 所以今天呢 如果說你是要把它做 腰包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整個背帶 它後面還有這一大段 你可以把它 就是 欸 束得更緊一點 然後把它變成腰包 不過現在台灣比較不太習慣 這種霹靂腰包的使用方法啦 另外呢 就是說當你不需要的時候 你要把它當附件帶的時候 你可以 就這樣 把它的 這個背帶 快速的拆卸 然後呢 變成之前講的 無論是胸錢包啊 或者是 頂帶啊 這裡來使用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開始來講 這個帶子 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我們講到它裡面的部分 它的話呢 如果說你是買7公升的 它有一個主帶 前面還有一個 可以快速使用的錢帶 好 那錢帶裡面呢 它裡面是有 就是 一個這個繩子 那這個繩子本身可以幹嘛 這彈性繩呢 你可以就是 勾好你的鑰匙 然後 主帶的部分呢 它的設計非常好 除了像我們剛才講的 可以使用 CAMERA CUBE之外 就相機模組之外 它主帶呢 上面這邊有一個 快速的拉鍊 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 分明別類非常清楚 P-Design它之前 也有設計 所謂的 盥洗包啊 或者是那個 21加成的隨身包 那這些包的話呢 它本身裡面就是很厲害 這種 這種網狀加成 彈性加成的 設計得非常好 它把那個 設計在這裡了 所以說裡面呢 如果說你是相機 記憶卡啊 每個東西都可以分得很清楚 那如果說你是 旅行啊 或者是 今天你要登山的話 那你可以把你的各種東西 比如說 像我的隨身動電源啊 或者是 我的包包啊 然後呢 或者是我的 耳機啊 我的頭燈啊 這些東西 每個東西分門別類的 放得非常好 另外呢 就是 它也可以有一個 很快速拿取手機的位置 因為手機是我們最常使用的東西嘛 現在人生活怎麼可以沒有手機呢 所以像它上面的這地方呢 它有一個磁性的一個快舉地方 這快舉扣的地方呢 你可以把你的手機塞進去 像這個是 iPhone 16 Pro Max的假機 好我們就塞進去看看 你看很輕鬆可以進去 而且因為它是磁性的 所以說呢 今天你在移動的時候 你就在甩甩去 甩就是我的肉 好 甩完之後你會發現 它其實很安全 不會掉出來 而且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出來 不需要再拉些拉鍊什麼的 OK 而且啊 你們看啊 這邊其實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這裡面呢 其實它也有 剛才講的Codehook的這種類型的 隱藏式的掛鉤 所以說呢 如果你有一些登山 一些配件什麼 你當然也可以勾這邊 那今天啊 如果說我是要登山 我有可能會需要帶 登山杖嘛 對不對 這很常見 這種長弦登山杖可以放哪裡呢 如果你是2公升的 就不要想這種東西 掛在身上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來的是7公升的 那它本身下面 其實它有兩個 Codehook 你就可以把這些配件 直接綁在下面 其實啊 它之前的 就是AV-Day隨行包 也有這樣的設計 主要是讓你綁腳架的 而它現在呢 登山系列的 Outdoor系列的 它就是把這個部分 用成Codehook 讓它變得更輕便 這樣子 有沒有 非常方便 就可以隨時帶這種 那如果說今天 你使用的是 比如說你是 你是把它當攝影包來使用 你要帶腳架 那當然也可以啊 你就把腳架 其實他們自己的腳架 雖然比較細啊 但是就算是比較粗的腳架 因為它本身是有彈性的 就算比較粗的腳架 其實也可以 只是不要虐待自己的肩膀 用輕一點的腳架會比較好 這樣子 勾在下面 OK 好 這樣就可以隨時帶好你的腳架 非常方便 然後再來的話 兩公升的款式呢 它就比較簡單一點 它就省略了前代設計 直接就有主帶 那也有剛剛的鑰匙彈性繩 以及配件的 但它這邊就沒有額外的拉鍊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上面這邊 一樣可以讓你放你的手機 那兩公升到底可不可以放得下 iPhone Pro Max呢 當然是可以的 它直接塞進去就行了 好 這樣子 OK 一樣 iPhone Pro Max就這樣塞進去了 完全沒有問題 經過剛剛的介紹 你會發現 這次的Auto系列呢 完全能夠按照你所需求 來打造你的行程 無論是單獨使用 或者是把它們組合使用 或者是搭配其他Pick Design系列的商品來使用 來打造你專屬的行程 這些包款呢 預計會在2025年的1月開始供貨 而現在呢就可以在台灣Pick Design官網 開始預訂 我現在手上這些樣品呢 也會在解實怪兵器的現場 接受預約體驗 如果想關注這些包最新上市的訊息 請務必按讚訂閱分享鈴鐺 並且隨時關注我們解實怪兵器的FB 接下來我們就 要用Auto鍵 所以是你說我這樣綁起來看一下巴掌 是不是 因為最近胖了嘛 因為沒有機會能夠Auto一下嘛 因為又是颱風啊 又是天氣不好啊對不對 所以都宅在家裡 我告訴你 這個包羅到了 我一定爬爆 爬完百月 而且爬到它壞掉為止 我告訴你它壞掉了 它有終身保修 一輩子讓你用這個包就夠了 我的話 還會有什麼 你也能夠 光臺